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在曲学简介这个单元中 我们将分上中下三集为大家介绍曲学的基本知识 让大家对曲的本质以及散曲聚取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曲学简介上集的影片里 我们有两个学习重点 首先要来认识散曲的前后期发展 以及聚取个体制的演变脉络 其次则是要简单认识曲的声率及结构特色 曲的发展部分 我们分别从散曲与巨曲两方面来探讨 散曲的创作与时代是紧扣在一起的 可分为前后期来看各有特色 前期由蒙古灭金到原始祖至元末年 约60年间 充满民间文学活泼自然的特色 显现北方文学直博直率的精神 用于自然展现特有的通俗性和口语化 作者多为北方人 其中又以马志远最为重要 为什么马志远那么重要啊 马志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是他扩大了散曲的体材领域 提高了散曲的艺术地位 使得散曲真正能够取得与诗词分庭抗礼的地位 在这段时期创作者的活动中心在大都 我知道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北平 代表作家除了刚刚所提到的马志远之外 还有关汉清白朴等人 那后期又是什么时候呢 哦后期啊 就是在元始祖自元末年以后 蒙古灭宋后 散曲随着元人政治势力传到了南方 南方的文人相继加入了创作的行列 由于南方文人比较习惯含蓄细腻的手法 因此风格趋于典雅婉立 讲究格律词藻石漏雕琢的痕迹 并且由于诗词河流的现象 前期直谱自然的民歌特色已不复存在 啊好可惜啊 尤其是张可九注重锤炼 善于容住前人的名句 着曲诗证词词证语语语语语 开启散曲清立雅正的风格 成为散曲曲风转变的关键人物 这个时期创作者的活动中心在林安 我知道林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啦 对啊对啊 这段时期的代表作家 除了张可九之外 还包括张仰浩 冠云石 以及乔吉等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做个小结论 基本上前期的作品 以豪放为主 清立为辅 后期的作品呢 则以清立为主 豪放为辅 那什么是豪放 什么又是清立呢 简单的来说 豪放派的作品风格 豪爽超译 多用通俗的口语 展现自然 本色 少用典故 代表作家 当然就是马志源了 清立派的作品 风格雅正晚立 含蓄韵界 重视锻炼字句 擅长于荣著诗词 代表作家 就是张可九 在正式来谈剧曲的发展之前 我们必须先要来 简单认识一下 中国古典戏剧的 定义及发展漫络 曾永毅先生 曾为中国古典戏剧 下了一个定义 其中包含了 九种构成要素 哦九种耶 那我要把这九种构成要素 标起来 嗯很好 中国古典戏曲是在 扳演故事 这是第一个 以诗歌为本质 密切结合音乐和舞蹈 加上杂技 而以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 通过排优装扮 运用代言体 在狭隘的剧场上 所表现出来的 综合文学和艺术 哎 难怪老师之前 在前一支影片说 剧曲是综合的立体艺术 中国的戏剧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仪式歌舞 可追溯至千秦的乌奇宗教仪式 历经发展 到了诵经之际 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剧形式 那这个比较完整的戏剧形式 有什么特点啊 嗯 基本上呢 是由民间歌舞表演 说唱艺术和参军戏等不同艺术形式 融筑综合而成的 首先要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宋杂剧 宋杂剧呢 为中国最早的完整戏剧形式 由唐代参军戏为主 在参合了其他音乐歌舞小戏发展而成 是一种以古迹方式表演的戏 由于啊 宋杂剧与辽金两代颇为流行 后来发展出金院本 金院本也可称为金代杂剧 演出形式接近成熟的戏剧 在当时十分的强势而流行 后来原杂剧即是脱胎于金院本 再加上说唱艺术的影响 以形成以北曲为主的戏剧 难怪原杂剧又称为北曲杂剧 没错 杂剧到了明代 因自身的体制发展 深受局限光芒见解 再加上传奇发展兴盛的影响 精彩优秀的作品并不多 在体制上也不得不像传奇有所取法而有所改变 因而也开始尖采男曲 已经不像原杂剧纯用北曲 因此被称为男杂剧 也因为篇幅较传奇短小 所以又被改称为短剧 但却只能放在案头上欣赏 无法上场扮演演出了 真可惜啊 明清杂剧最后居然失去舞台演出机会 那根本就失去戏剧的生命力啊 嗯 的确是如此 所以杂剧最后会渐渐的视为没落 也是可预期的啊 接着我们就来看男戏吧 男戏的产生比原杂剧更早 演唱曲调以男曲为主 男戏源自于民间村访小曲 离向歌谣 因此被视为小道 换言之乏人问津不受重视 因此剧本呢 多半散意不全 没有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而且相较于原杂剧 或是后来的明清传奇 的确显得非常的原始 而且简陋 那为什么还要介绍男戏呀 嗯 有趣的问题哦 我们要介绍男戏的原因呢 就在于明清传奇 就是以男戏为基础改良发展而成的 哦 那和原杂剧源自于经院本不一样啊 嗯 没错 尤其男戏也汲取原杂剧的精华 使体质更加的紧言精细 使得明清传奇有更好的发展基础哦 相较于当时篇幅短小的男杂剧 明清传奇篇幅较长 多半为30到50粗左右 这也是为何传奇要被强调是明清长篇戏曲的缘故啊 原来长篇是这样来的啊 嗯 没错 这里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最早以传奇命名者为晚唐培行所著的短篇小说 故今称唐人传奇 乃指唐代文言短篇小说而言 其实啊 在宋代租公调 南戏军院本 甚至是原杂剧 也都有传奇之称哦 到了明清 因为前数几种戏剧体制都有专称 再加上长篇戏曲 位居强势主流 故称之为传奇 现今称明清传奇 都是指明清长篇戏剧为主 因此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戏剧的发展与之间的关系 经院本以北曲作为主要的核心 再加上说唱艺术的元素 最后发展成了原杂剧 又称为北曲杂剧 至于南戏呢 则是以南曲作为主要的核心 再加上西曲原代杂剧的优点 逐步发展成以南曲为主 兼有北曲的明清传奇 接着我们要来简单认识一下曲的声律 在中国的韵文系统里 与音乐旋律结合最紧密的莫过于曲 构成古典戏曲音乐的重要要素 变在于公调以及曲牌 简单来说呢 公调代表着音乐的调高与调式 决定乐曲音域的高低范围 我知道,那就类似我们音乐课时学到西方音乐的调 就是C调、D调、E调等等等等 嗯,没错,答对了 元代北曲所用的是六宫十一调 宋元南曲用的是六宫七调 但演变到后来呢 南北曲实际常用的其实也只有五宫四调 统称为九宫 就包括了仙女宫啊、男女宫啊、中女宫等等 那曲牌又是什么? 在一个公调之下就会有若干之曲牌啊 曲牌啊是指各种曲调的名称 意思是填写该曲时所依据的乐谱及定式 决定曲的曲调、唱法、字数、句数、评测及韵脚等等 曲牌性质的辨识对于掌握联套格律相当重要 什么是联套格律? 简单来说 这是选用哪些适合演唱的曲牌加以组合 当然关于曲牌联套格律的部分 非常艰色也很复杂 已经牵涉到曲学的专业知识部分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音韵呢是个非常复杂的学问 在这里我们尝试要用最简单的方式为大家来做介绍 在诗韵和词韵的部分 基本上都仍保有平常去入四声的语言系统 但曲韵却有了改变哦 在元代北曲盛行 曲牌是以北方语音作为天下的正音 到了明代 传奇以南曲为基础 使用的是南方无语方言 再加上北曲作为滋养 导致用韵上有一些变化 总结来说 传奇无论南北曲都是以中原音韵作为基础 中原音韵 那也就是北方语音系统对吧 嗯没错 的确是以北方语音系统作为基础哦 那在北曲用韵的部分呢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入声 入声字是派入平赏去三声 至于南曲用韵的部分呢 则是平赏去通压 而入声韵部必须毒压 我知道 就像我们平常说的国语就没有保留入声字 但在闽南语客家语还有保留 嗯没错 那最后一个要点是不能够换韵必须以韵到底 而且韵字不用避免重复哦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秤字的问题 填曲的时候啊 按照曲律调谱规定音填的字叫做正字 但是是需求在规定字数之外增加一些字 就叫做秤字 那秤字有什么作用 哦 秤字的作用啊 在于补足文艺畅达语气增添声情 意思就是使得文艺更为丰富生动 表达更为流畅口语 也能使声情更具变化增添情感 那秤字要加在哪里呢 嗯 问得好 秤字一般只加在句首或句中 而不能用在句末哦 通常它也是虚字或修饰性的词语 那加秤字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嗯 北曲秤字比较多 没有秤字 从一到二十个字都有哦 甚至有一点显得宣兵夺主呢 但难曲比较少 且有秤不过三 意思就是说 每一处的秤字不会超过三字的原则 我们将会在讲解观看清作品 大德歌秋的时候 为大家举例说明 最后我们要来谈谈曲的做法 结构特色 关于曲的结构特色啊 最为经典的莫过于 原莫名出陶宗已在错根路 所引用乔吉所说的 乔梦府博学多能 以乐府称 长云 做乐府亦有法 约凤头诸度爆尾六字是也 大概 其要美丽 中要浩荡 节要响亮 换言之啊 作曲的结构的要诀 便在于凤头诸度爆尾了 那怎样才算是凤头诸度爆尾呢 嗯 问得好 起头要像凤头那样美丽精彩 中段主体像诸度那样充实 有丰富的内容 结尾呢 则要像爆尾一样 响亮有力 其实这样的结构要诀 不只是用于曲而已啦 我知道 这也可以用在写作文对不对 嗯 答对了 其实各位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 也可以秉持相同的原则 就能够让文章结构更为完整而丰富 嗯 最后特别要注意的是 比起诗词啊 曲更重视结尾 所谓的爆尾 根据名人理开现在词念的说法 必须急并响亮 含有余不尽之意 让人有言有尽而义无穷的感受 此外啊 曲在结尾的格律规范上 也最为严格 更不容许随意更动 即便是白仆啊 侨吉啊 这样的大家 在作曲时也严守前人的规范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回顾 这支影片的重点吧 首先 散曲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作品以豪泛为主 保留北方质朴豪卖的特点 展现通俗化与口语化的特点 后期的作品则以轻力为主 趋于典雅婉利 讲究格律雕琢 由于诗词合流的现象 在剧曲的部分 我们则简要的介绍了 剧曲的演变脉络 以今原本北曲为主要的核心 发展成为原杂句 也就是北曲杂句 至于明清传奇 则是南曲为主 兼有北曲 它的源头便是南戏 南曲作为主要核心 在吸纳原杂句的优点 而形成明清传奇 其次 我们也简单认识了曲的声率 为大家介绍了曲的 公调曲牌 用运原则 以及秤字的用法及限制 最后 我们也为大家说明了 曲 凤铜 如同周度包围的结构特色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请各位同学 记得点下一集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